政府見到電信商的朋友 反而他們會照充公 照發出傳票 但叫法輪功的時候 往往因為有法庭的官司 他們繼續保持一種官網的態度 政府相關法例 執法出現了一個不公平的現象 法輪功就2013年造食環儲沒收剪品 向中審法院申請上訴被拒 歷時8年的案件中告一段落 代表法輪功資深大律師夏博爾 在庭上指市政條例不適用為規管示威 而法輪功展品屬示威形式 受基本法言論自由的權利保障 代表政府的資深大律師余若海反駁指 示威權利並不是絕對 本身是律師的張國軍認同余若海的論據 還批評夏博爾僭建法例 為什麼呢 我想大家如果有聽他在中審法庭的論據 我覺得都可以說是一笑自知 在這條市政的條例 其實很清楚 它裏面是沒有分你是政治還是非政治 只要你有關的宣傳品 影響到我們社區的環境 食環儲就可以訂立一些規則 限制你不可以立案在街上擺 所以其實夏博爾可以這樣說 為了少許僭建 在這條法例裏面 在基本法之下保障的一個示威的自由 希望能夠扭曲這條法例 大家都見到 在中審法院裏面的幾位法官 立即是駁回了他的論據 這次你看到真理的彰顯 張國棍又指 法輪功的宣傳品說涉國家安全問題 說需要由警方國安處執法 他派平政府過去對一些團體有紀委 如今中審法院作出決定 他認為政府應該怎樣跟進呢 食環儲 將來他會很清楚自己有沒有這個權力 只要有人 不論他是政治還是非政治的團體 只要他在街上 他違反了這個市政條例 他都是有權執法 當然在過去的時間 前線的一些工作人員 很多時看到一些 跟政治相關的宣傳品 他們都是比較忌諱的 其實他們要給一些很清晰的指示 前線的員工 明白到究竟特區政府 執法的尺度是怎樣 令到他們將來 亦都可以公平公開地執法 一直以來 在香港有一個問題 我們是迴避了的 就像法輪功這些 我認為是激進的一些政治組織 他在街上擺放的 也不是一般的一些政治的口號標語 當中甚至很多市民看到 也覺得他有一種 是嘗試煽動大家去推翻中央的政權 又或者去推翻特區政府的意思 這不是市政的問題 如果有剛才我所提及過這些 去推翻政權特區政府 是不是還要從使用的角度去出發 引用這個市政條例 而是可能需要看回其他的法律 包括有沒有人是違反國家安全方面的問題 如果是的時候 可能就不是食環署執法 而是由警隊 甚至是國安署的部門去執法